促平第一件事,而至於新增貸款是順暈預期的那一段時間 我覺得其實仍然是正常的,因為我們都看到 中國政府其實是開始放鬆的口是比較明顯的 是進行減存貨準備金率或者在內房那裡救市 其實都是這個月開始或者是11月底開始 這些寬鬆的話術或者實際行為 是未在這個所謂新增貸款裡面那麼容易反映到的 所以我們只是說今期的新增貸款11月固然是人身亡 但是我覺得真正的氣勢是應該由12月高觀察到 下年的2月左右才可以去一步作出 究竟是央行真正的立法,究竟是口頭說放鬆 還是實際上不放鬆,還是言核一致 那未來三個月的數據才是見到增長